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本次课程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复杂系统课程 那么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为什么首先串了很多不同的学课 然后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复杂系统大数据 实际上横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 实际上不止三个不同的领域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搁在一起讲 以及这节课希望大家整个通过30天的课程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觉得呢 我希望大家在上完这个课程以后呢 首先可以对这些知识的主干具意了解 也就是说至少在跟你们的同行面前可以装一装逼 所以说我自己懂了大数据 懂了人工智能 懂了复杂系统 这些东西呢 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机会 这是头一条 但是这绝对不是本课最终的目的 我们后面的课程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大家手把手的写代码 这个将是本课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通过带着大家写代码呢 我们很快就会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领域飞速的变化 就比如说这个从开头我们会写一些基本的代码 到后面我们会大家用TensorFlow 这种就是目前谷歌流行的框架来写神经网络 和这个深度学习的程序 从这里面可以学习整个学科的不仅是骨干的知识 而且是非常实用的知识 那么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步骤上 希望大家达到能够自己手写 自己手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人工智能 或者机器学习的程序 或者用手写程序来研究复杂系统 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说大家说压力大的不需要压力很大 因为呢 我们的课程邀请到了 其实是我们学洋舰这个公司的主程 主要的程序员Python的高手 王毅杰来讲解 那么整个课程让大家从零开始学习代码 所以大家不用压力太大 我们也非常感谢万文大学给予此次课程 这个平台和支持 那么我们开始进入课程的一个主要内容 就是讲解一下 讲解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些 非常不一样的专业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大家我觉得 上人这个课会有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改变 对事物的判断会和一般人有一些不同 那么为什么说上人这个课会有这样大的 一个变化呢 因为我们会从非常基础的思想来讲解 一切发生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还有复杂系统 这么一步一步产生出来 嗯行 那我现在就进入正式课程的讲解部分 首先大家来到第一章PPT这个内容 然后呢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所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复杂系统 有一个共同的主线 这样一条主线呢是什么 其实呢这些三个不同的学科都是来自于数学的发展 嗯这个数学呢是一个非常 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科 但是呢它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历史 我们会知道呢呃这个数学这样一个学科呢就是说 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产和实践中 呃 很大程度来自于生产和实践中 比如说嗯我们最早的数学 呃最早的数学呢是来自于古埃及的土地测量学 大家可以看到呃这张图上呃 这张图上的嗯 古埃及图这张图上有一个就是呃 这张这个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用它来指一下 嗯这样一个图这样一个图呢 是说古埃及的在土地测量的时候测量 嗯已经使用了像三角学这种这种比较先进的技术 然后呢我们在古代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古老的 比如九章算数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说呢这些东西这些数学的呃基础呢 是我们后面产生所有的物理学呃数学物理学呃化学 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础 呃那么我们来讲解一下就是说 呃他们呃会成为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所有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基础 因为呃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数学模型 实际上数学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抽象 而这样的一些抽象成为了我们能够对呃 世界上更多的事物进行认知进行预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嗯那么我们讲解一下呃像这样一张什么是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不同于刚才所讲解的那些在古埃及的土地测量里出现的 呃基于经验的数学数学模型是一种像刚才讲到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那么真正的数学模型起源于古代希腊 那古代希腊的时代呢就是人们开始使用呃一些抽象的一些几何实体 来代表真实的事物比如说用圆来代表行星运动的轨道呃用圆用球体来代表地球本身等等 其实这是一种进行了一种几何抽象 而当时呢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模型 也是最早的一批呃呃呃呃呃呃不能叫他大数据吧 当然是个小数据的基础上的一个模型 那么比如最有比如说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张图里出现的这个 这个托勒托勒的那个宇宙模型系统 他们说的是呢日月星辰的运动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相嵌套的圆周运动 因为圆形是最美丽的图形 行星循着这个叫做本轮的一个东西小圆也运行 那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大的这个小圆就是这个本轮 然后呢这个大圆呢就叫做军轮 然后呢是说其实啊这个行星的运行呢就是在嗯 自己形小的一个本轮上进行圆周运动 而本轮的圆心这个东西呢又跟又在这个军轮上进行圆周运动 这样的一个轨迹呢就是它的这个 然后结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很复杂的轨道 就这样图上看到这些圆圈就看到这些圆圈 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叫做托勒煤模型 托勒煤模型呢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 像比如说每年的年历日历月历这些东西就很精确 而实际上在在那个一直到了哥白尼的时代 其实它的效果后面呢这个基于日新说的一些模型效果都没有这个精确 嗯就是说这算是人类使用这个数学模型开始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精确的一种预测 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张 那么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暗示了一下讲到了哥白尼对吧 就是说这个数学模型呢在14世纪到15世纪以后开始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比如这个欧洲进入到文艺复兴时期 然后啊这个时代呢就是说也是从人类从农业向工业的一个革命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期 那么出现了像牛顿这样的还有伽利略啊 这样的一些大盘人物包括包括也有数学有了飞速的发展 有这个莱布尼茨和牛顿一起发明的微积分 今天向我们会同老师来讲解这个课程 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数学模型的高潮 它的这个数学模型呢以物理学的发展为代表 因为在牛顿之前人们认为的那个物理学基本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就是说 越轻的物体越往上飘 越重的物体越往下沉的这种简单的物理 而进入到这个牛顿的时代呢 这个物理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就是出现了受力分析和动力学的模型 那么我们看到呢 首先这场革命是基于天文还是天文学的一个变化 开普勒开普勒发明了一个叫开普勒三定律的一个东西 基于他的老师Db股的很多年的还是说数据的一个积累 人们发现呢 这个实际上刚才刚才讲那个托勒米的那个模型呢 其实太复杂了 这个模型有一套非常简单的理论 就可以把这个小圆和大圆统一在一起 这个就是椭圆 这个椭圆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这样能够等教育刚才那个托勒米的模型 但是它的特点是更加简单 因为这个数学物理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是 追求最简单的东西 也是我们后面课程要讲的奥卡玛提刀原理 这个这样一个模型呢 描述了这个地球围绕太阳的一个运行 实际上是一个椭圆 而在单位时间内呢 这个它的运行所扫出的这个叫做 这个它的角速度是一样的 就是说扫出的这个小的这个面积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导致牛顿后面可以基于它进行很多的推理和演算 所以牛顿在此基础上 发展了它的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主要牛顿三定律呢 大家可以在这看一再回复一下中学的这个物理 说第一就是说物体是有惯性 那么当没有外力的时候 它是不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而改变物理运动的状态就是由牛顿第二定律指出的 是受力造成的 这个力将产生一个加速度 加速度乘以质量 就是这个力 第三定律说呢 就是这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是一个符号相反 大耳相等的一个关系 而万有引力定律更是得到了一个 就是受力等于重力的这个G乘以 两个质量的成绩除以R平方的那么一个定律内容 那么它就可以推导出 用这四个四条就可以推导出 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说椭圆的一个轨道和这个角动量相等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牛顿的一个力学呢 就是实际上非常的简约 简约到了一个就是说 就这么几行公式 就可以把以前的那个就是这么多复杂的一个东西给替换掉 而且它能够预测的现象还更丰富 比如说苹果落地 它能够预测苹果落地 用多少秒钟可以掉到牛顿的脑袋上 而它还预测了苹果的落地的规律 实际上和这个太阳围绕着地球围绕着太阳运动的规律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一模一样呢 就体现在整个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说实际上都遵循着这样一条f等gm1m2除以2平方的一个规律 这是数学模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应用 而且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条路线呢包括后面又继续在发展 就是牛顿力学呢 经过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 就变成了一个推动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而在19世纪 牛顿力学不仅应用在了广泛用在了力学上 比如说这些比如说桥梁机械的这些问题 而且应用到了其他的物理学分支上 就代表性的比如电热光磁这些现象 那么就是说为什么牛顿力学可以被推广 这归功于一个叫做哈密顿的一个人 但是这套力学就是分析力学 那么牛顿力学这个思想通过这个拉格朗尔和哈密顿方程 推广到了更广泛的一个问题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方程我们看到了哈密顿等于T加V 是说哈密顿量等于动能加势能 动能加势能 然后呢用这个抽象表达出来哈密顿量 它可以动能和势能的函数 可以表现为一个位置和速度的函数 而我们去个哈密顿方程 哈密顿量一旦得出 就可以通过偏微分的形式写出哈密顿方程 哈密顿方程的形式呢 是其实还是有点类似于牛顿方程 刚才只是我们把F等于MA里面的F和MA都给T换掉 T换成相应的这个哈密顿的算符 然后我们就可以表现出一个新的方程来 而哈密顿方程可以被表达在一个二维的一个坐标系里面 一般情况下这个坐标系又叫做广义坐标 这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运动的特征 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速度 在广义坐标里 物体不再沿着以实际的运动的轨迹来运行 比如说我们看到实际运动轨迹 可能这是个单摆 在这里是个单摆 单摆的运动呢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哈密顿的广义坐标之下呢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围绕这样一个运动实际上是这样 大家看就是呃大家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啊 就是说这个这样这个单摆的运动呢 它是一个在沿着一个 我们他他的运动一个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它的速度 一个角速度吧 角速度一个是它的这个角度 那么角速度和角度的之间呢 它有一个角速度可以呃可以转化为这个动量 角度呢可以转化这个Q 实际上呢 它的周期性运动呢表现为在角速度和角度的这个空间里的一个圆周运动 而这样一张相平面的空间呢 它具有抽象的一种意义 但抽象之后它能表达内容非常的丰富 也就是说呢 我们之后呢就可以表达所有的这些 在这样一张平面上图上 我们可以表达所有的关于这个就是呃 这种单摆运动的呃一种特征 嗯 那么我们说所有的关于单摆运动的特征是指什么呢 呃就是说当单摆如果说 哎这样 我们假设给一个单摆非常大速度 它开始变成一个圆周运动 在这个空间里这样转 我们还可以表达成这个相平面积的一条曲线 那么这个是这条曲线 红色这条曲线 我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想象这个角度是一个连续的变量的话 如果我开始做连续的圆周运动 这个角度是不停的增大的 比如说2π4π6π8π10π这样的往上增加 那么就说这个运动就变成了一个连续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个Q也就是这个角度是连续增大的 而中间有一个相相对的一个就是交界的情况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就是说 当它刚刚好到达顶点 这个小球速度为0 然后又啪掉下来 那顶点小球速度为0 啪掉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如果说我的小球在头顶速度是0 我就有可能向左掉下来 有可能向从右边掉下来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在这里产生了一个不确定性 在这个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对于这样一个点 它可以这样运动 也可以这样运动 那么哈密顿力学 我们说它可以让牛顿力学 不仅在力学里面使用 而且应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里 比如说电学 热学 统计物理 甚至量子力学 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运作 就是因为它的抽象性很好 它把很多物体 我们叫做失误的运动的特征抽象到了一个叫做相平面的东西上 就是我们这里P和Q组成的这个空间 而且它的维度可以越来越高 比如说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都是非常高位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都可以放在这个相空间里去看它的变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力学呢 就可以让我们应用到比如说像热力学 热力学里面的这个状态 可能就比这个这里面要多很多 就是会有这个每个粒子的状态 都可以反显它的运动的速度和运动的位置 放在这个坐标系里面去研究 所以说这一次牛顿力学就玩大了 它可以发展到这个热学 电学 光学和这个量子力学 反正说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上 进入了一个物理学的鼎盛时期 出现了一大批跟物理学有关的应用 我们已经进入到20世纪初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出现了火箭车 这20世纪中叶到后叶了 就是说火箭车其实看上去复杂 实际上也不难 就是只是说利用牛顿力学和半游引力 再加上一些机械的一些原理 就可以推算它的运动 然后呢 这个包括还有这个粒子加速器 当然粒子加速器 用到了这个后面 就是在刚才说的经典力学之后的一些 比如说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牛顿的思想再一次扩展而已 不过是说 比如说我们把时空加入一定的弯曲 然后呢 光线在此基础上也会弯曲了 或者这些新的这些物理学 都其实是这个基础的一个思想 就是牛顿的思想的一个衍生 那么什么是牛顿的思想 我们才可以总结一下 牛顿的思想 就是力学的一个基础的思想 动力学的思想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物体的运动必有其原因 我们可以把这种原因 用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 而这个最简单的形式 它可以进行非常广泛的预测 这个我们又叫做分解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们把任何复杂的运动都分解为简单的 任何复杂的物体都分解为部分和零件 每个零件都遵循一样的牛顿定律 写出方程组 方程组列出来以后 解方程组 画出相平面的位置 位图 然后最后得到我们的问题的解 的一个思维的流程 我看到实际上这样一个思维方法 是很牛掰的 首先非常的牛 但是我们在对它既以厚望的时代 就是却最后遭到了很多的打击 为什么呢 牛顿力学 我们因为牛顿力学给人类带来一个巨大的希望 就是说 我们其实只要了解足够多的信息 就可以预测所有的事物 包括 这个事物包括什么呢 包括比如说股市 我们希望用牛顿力学预测 我们这个社会的复杂的市场 我们希望我们用它预测灾难 需要用它预测甚至我们自己的思维本身 比如说 我们的人脑里面有很多的神经细胞 我们是不是能够对神经细胞 列出每一个神经细胞的牛顿方程 然后来解决 我这一刻的想法 和下一刻想法之间的运动方程呢 我们这样就不以无所不知了吗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奇迹之下 这个希望最后落空了 我们讲这个希望为什么落空了 首先 以及是如何落空了 首先我们看第一张图里 这是股市 在2009年的时候 爆发了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 或者叫次贷危机 这场危机呢 其实呢 是建立在非常复杂 精妙的数学方程的基础上的 因为呢 在此之前 就有很多的物理学家 进入了华尔街 发明了这个对冲基金 量化的这个基础的一些内容 而这个内容呢 相对来讲 它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复杂和精确了 当时的这个 就是金融交易员认为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学模型 可以保证市场的风险 会足够的解释 而且我们能预测未来的风险 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就是联利的放生组 突然之间就垮塌了 因为呢 出现了一个突然之间的 一个次贷的一个崩盘 而这个风险在市场里 就像潮水一样 一级一级的扩大 像海啸一样一级一级的扩大 对 然后呢 这样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宣布了 就是说其实呢 也不是宣布了 就是说在很早 人们就知道 这个数学模型是 预测这个股市是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张图呢 是一个人脑 对吧 就是说 大家虽然已经知道了 比如火箭车的这种运行 但是呢 对于人脑呢 相对来讲 我们其实用之前那个思维方法 是研究的不太清楚的 其实我们很多人 试图去做了这件事情 也诞生了很多 这个跟物理学比较相似的神经科学 比如说计算神经科学 但是呢 就是在用这个 呃 顶顿的力学精确的预测 试图